台中的治安到底怎么了 才发生开着名车的恶哨 把大学生打到重伤 而现在呢又传出了砸车砸电事件 大砸地区光天化日之下 有四名男子持球棒朝着停在骑楼下的一部兵士轿车猛砸 另外就是台中市有服饰店 遭到了两名男子分持榔头跟油漆破坏 整个过程不到20秒 而事后这位单亲女店长 透过网络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喊话说 到底谁可以来保护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纳税人 凌晨两点多 一名穿着浅色帽T的男子 持着疑似榔头的工具 朝服饰店玻璃橱窗砸了下去 随后另一名戴着鸭神帽的男子 拿着白色油漆朝店内泼洒 从另一个画面再看一次 两人一个砸窗一个泼漆 做完后立即逃离 过程不到20秒 玻璃碎片掉满地 地面柜台全都是白色油漆 这起事件是发生在14号凌晨两点多 女店长事后在IG发文 说自己是一名单亲妈妈 没日没夜每天只睡四小时 开店这么多年 终于请到知名设计师 设计自己梦想的店 却成了这副模样 形同向市长喊话 质疑台中的治安到底怎么了 希望市长看到这些嚣张的歹徒 保护手无寸铁的纳税人 我身上的上衣的编号是294 女店长经常透过网路直播 销售店内服饰 警方初步调查 店家疑似先前和同业 因为竞争发生摩擦 怀疑是否和此事有关 这部分我们已经锁定 两名的特定犯选 我们会积极来查去一道案 知识台中市暴力事件 一件接一件 三名男子吃球棒 朝其楼下白色宾市车 猛敲猛砸 光天化日之下 大甲地区传出砸车事件 吓坏了附近居民 听到很大声的那个 他们都以为是外面在工作 台中市的治安到底怎么了 网友看了纷纷留言 现在是全民风棒球吗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